追悼事 为事者莫哀 而我国近日公布了一批日军细菌战队员的证人档案 揭露了日军人体活试验的反人类暴行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14号发表谈话 呼吁在当地时间15日即日本二战战败日当天 中午12点整在舞蹈馆举行全国战末者追悼事 届时呼吁全体国民集体起立 从心底向战争死难者莫哀一分钟 此外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确定在战败日当天 不会参拜靖国神社 但会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自费献上继批 但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谷乌龟斯等部分阁辽 则表示会在战败日当天继续败轨 而近日 五国公布了一批日军细菌战员队员的正言档案 揭露了日军人体活体试验的反人类罪行 二战中 聪明交付的日军731部队 在中国肆无忌惮地进行活体细菌试验 与此同时 韩国KBS电视台也报道了 1944年在太平洋战场上 与美军作战的日军还在密克罗尼西亚的天辟岛屿 对八名美军俘虏进行了活体试验 韩国国事编证委员会称 美军档案证实日军对美军俘虏进行的活体试验上述首次 而是一名亲眼目睹活体试验的日本海军叙述 为阻断血液流动 日军试验人员用直血带 紧紧绑住了美军俘虏的科普和腿 造成俘虏在十分钟内休克死亡 日军还给俘虏注射细菌 使心死于败血症 逼在活着的俘虏面前引爆炸弹 给俘虏被扎伤的双腿注射震惊机 欧阳卫视周眼报道 来关注美国国务卿克林 人类所能想象 据韩国KBS电视台报道 韩国研究人员近日在一份美军二战档案中发现 日军于1944年在密克罗尼西亚的偏僻岛屿 对八名美军俘虏进行活体试验 据一名亲眼目睹活体试验的日本军医记录 日军实验人员用直鞋带 捆住美军俘虏的胳膊和腿 使其在十分钟内休克死亡 实验人员还对俘虏进行了注射细菌 使其死于败血症的实验等 实际上这份档案记录的 只是日军对战俘进行活体试验的一小部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的近二十万蒙军团兵 成为日军战俘 其中一些战俘被用来进行活体试验 据战后不完全统计 这些战俘的死亡率超过40% 不过 日本政府至今仍不承认 对盟军战俘进行活体试验 而盟军战俘在回国后的几十年里 也避而不谈 直到近几年来 才有少数曾经被俘的美军老兵 开口指证了日军当年的残忍行径 我说明天吃了 我的远程 祝你的军 我来说明天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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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明天吃了